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土地面积十分广阔 种植的耕地很多 所以我国是标准的农业大国 而我国在农业方面的发展也投入了很多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加快 我国从早期的人工农业 渐渐转化为自动化科学农业 所以效率也大大提升了许多 虽然我国是世界上粮食产量最多的国家 每年都会产出大量的粮食用于自用或出口 但是我们国家的农业产量不均衡 有些过剩有些又不足 需要到别的国家去进口 在这些需要进口的农作物之中 大豆就是其中很大的一个部分 其实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国家自己也可以种大豆 为什么还要去美国去进口呢 其实我们国家的大豆产量不是很低 但是还是不能达到全国的消费量 但是如果要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的话 那就会消耗大量的土地 可是大豆是一种很占面积 但是产量又不高的农作物 而在美国大豆的产量是足够的 而且他们国家对于大豆的种植是有补贴的 所以价格比较便宜 综合这些元素 从经济角度考虑 我国从美国进口大豆要划算些 也就是因为我国一直依赖着美国的大豆进口 所以他们在压制我们国家发展上又多了一条路子 他们可以控制我国的大豆价格 通过农产品的方式影响我国的经济 可谓是手段繁多 这几年来 我国也一直有在想这个问题 觉得还是要摆脱对美国的大豆依赖 不能把主动权交到他们手里 因此我们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可以真正促进两方发展的伙伴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邻国 一直也被美国所忌惮的俄国 向我们发来了这方面的信号 我们两国之家的关系一直不错 现有加上美国的关系 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将会更加久远 大家都知道俄国除了能源优势之外 因为土地和海洋资源的丰富 所以农业和渔业都很发达 而且相对的国内的人口也少 是个地带物国的国家 但是他们国内的经济却不是很好 于是这几年俄国一直有推出 各种优惠的条例措施 吸引中国很多的资源去投资 所以面对我国需要大豆进口的问题上 俄国又及时地提供了帮助 他们向媒体宣布 他们未来将给中国提供远东这片耕地 让我们去开发 设计的面积有100多万公顷 可以种植包括大豆在内的各种农作物 这个举措正好给我们带来了解决的方案 我们之前必须从美国进口大豆 就是因为种植地的缺乏 而现在有了俄国提供的这些土地 我们就不用去美国进口了 而他们也就少了一个可以控制我们的借口了 他们的好算盘估计就打不响了 毕竟选择两方互有意义的合作方俄国 比选择美国要好得多 再 把电 放 giveaway 什么 那么 维哥 给了